金融危机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 它不仅会破坏经济 还会影响社会和治安 在全球化的今天 金融危机具有跨国界和区域性的传染性和破坏性 就在最近欧洲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 一家大型银行的债券价值化为乌有 投资者损失了172亿美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这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银行业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银行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美联储激进的加息 去年以来为抑制通胀 美联储连续8次加息 累计加息450个基点 这导致债券收益率飙升 债券价格下跌 市场利率上升 一些银行 尤其是持有大量长期债券和科技股的银行 如硅谷银行 签名银行等出现了巨额账面亏损 同时在加息环境下 储户出于规避风险或寻求更高收益的动机 纷纷从银行提取存款 这加速了银行流动性恶化 资金链断裂 为应对危机 一些银行被迫出售所持资产 进一步压低了市场价格 最终 一些银行无力偿还债务 被迫宣告破产或被国家接管 美国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也与美国经济政策不协调 不平衡有关 例如美国财政政策过于扩张 赤字过大 债务过高 导致财政不可持续 信用下降 美国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刺激过度 退出不及时 导致通胀上升和资产泡沫 美国贸易政策过于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 导致贸易摩擦和全球不稳定 为什么欧洲银行也受到影响 欧洲银行也受到美国银行业危机的影响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欧洲银行与美国银行有着密切的业务和金融联系 例如瑞士信贷是硅谷银行最大的债权人之一 拥有约50亿美元的债权 当硅谷银行倒闭时 瑞士信贷也遭受了巨大损失 然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银行债券的价值化为乌有 导致投资者损失172亿美元 其次欧洲银行业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和风险隐患 例如欧洲银行普遍资本充足率低 不良贷款率高 盈利能力弱 此外欧洲经济增长乏力 新冠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 不稳定等因素也给欧洲银行业带来压力 我们的国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中国与欧美金融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因此 欧美银行业危机也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已经提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具体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资本市场波动 欧美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和外逃 导致股票债券外汇等市场出现波动调整 需要加强监管 稳定预期 贸易投资受阻 欧美金融危机可能导致欧美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 影响欧美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降低中国出口收入 同时 欧美金融市场动荡也可能影响欧美对华直接和间接投资 减少引进外资和资本流入中国 金融市场波动 欧美金融危机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外逃 导致股票债券外汇等市场出现波动和调整 中国金融市场也将受到传染和冲击 需要加强监管 稳定预期 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欧美金融危机可能导致欧美部分重要产业链 供应链中断或紊乱 影响中国与欧美的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状态 中国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和韧性 国际合作机遇 欧美金融危机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国际合作机遇 比如中国可以加强与欧美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 中国可与欧美加强金融监管合作 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打击金融犯罪 中国可与欧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结语 欧美银行业危机是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 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与欧美金融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在所难免 但与此同时 我国也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健全的金融体系 强大的政策调节能力和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投资高质量发展 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关注我了解更多国际时事